恩典不盡 感動無限 懷抱社會 祝福生命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點到十點 DBC議台 數碼大家台 恩典時刻 恩語之聲 車兒 梅浩洲 Hello 在星期五的晚上 歡迎大家收聽 恩典時刻 恩語之聲的節目 我是車兒 今晚在我們身邊 亦繼續有梅浩洲 希望你們星期一 和星期五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的嘉賓 在空中交流 希望她的每一個故事 或者她的生命的歷程 都可以令你在生命上 有更多啟發 車兒 我知道今晚 我們會講一些 有關人生的排位 有關事業 家庭 朋友 信仰等等的東西 是啊 你們都可以打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人生排位 還有當你要面對 在事業 家庭 朋友 信仰做出的抉擇的時候 你會怎麼選擇呢 你可以打來跟我們說一下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做選擇的時候 有什麼掙扎 在現今社會的生意日 都有三個盡的堅持 成本當然要壓到盡 下屬做到盡 麻煩 生意的話 當然要賺到盡 結果呢 我們的社會 在經濟掛稅下 工作成為了我們的全部 家人 家人 每個人都要輪流回家吃飯 永遠都不可以同台 工人和子女的關係 比你 好很多 那你為什麼呢 人約賺得全世界 賠上了自己的生命 又有何干呢 今天我們介紹的 這位生意人 鄭永利 在她的生意哲學裡 永遠都沒有三個盡的堅持 但她依然都很成功 為什麼呢 好歡迎今天我們在我們當中的一位 不一樣的生意人 鄭永利 Jacky Jacky 你好 其實Jacky介紹一下她 她就是在溫哥華的最大的商場裡面 擁有一間數一數二的中式酒樓 聽說就是全溫哥華最貴租的 是呀我一年給60萬家子 嘩真的很厲害 而且這個酒樓其實都已經經營了20年左右 去到今年年底應該是22週年 要去經營一間食股 其實真的不容易 因為據我所知 在加拿大食股 其實大部份都不可以做得很長 因為創業已經很難 你還要很努力去經營 令到大家都可以去認識 然後繼續有個生意 真的不容易 Jacky 你有什麼秘訣可以做得到 信念 其實我一向堅持信念 就是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困難一定有 人生不如已是十上八九 就是你只剩一成是順利的 做餐館的這行叫做九死一生 九成的通常都是失敗的 只有一成是能夠生存到 所以為什麼在你環固周圍的餐館 你想想有多少是十年前還在 其實你的統計數字出來 所以就說要害人就叫他做餐館 這個有一定道理 Jacky 也想問一下 因為我自己其實都在加拿大住了幾年 我自己都發覺真的加拿大的餐館 都是兩三年就轉一轉 你自己或者都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你經營這個餐館 可以經營到二十幾年這麼久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被朋友邀請了 又不覺得他害我 去到加拿大 沒有理由手說不做事 我就加入了一個飲食集團 有十三個股東 因為我在香港背景 我是做建築工程管理 我對數字比較熟悉 我也念過高商管理石碩破程 我就幫他看數 就是這樣開始 你在開始經營生意當中 其實你有什麼自性之道 努力努力的生意都可以給別人好的呢 其實就是說 首先開始的時候 就看起來很風光 然後一看數字之後 發覺原來不是那回事 那面對這麼多困難 怎樣去繼續經營呢 我採取的方法就是 我先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 在那個經營成本上面 或者那個營銷的手法上面 去找出的原因 然後對證下約 那麼我們那時候 那個集團是一開開三間的 1990投資了二百多萬架子 是一個多大的數字 阿奇都想問一問 剛才你說法國做樂 就不是那回事 可不可以講詳細些 怎樣不是那回事 通常人家邀請你的時候 當然是講好東西 對不對 最簡單 你都傻的 我不賺錢 我怎麼可以維持 其實是錯的 因為你的營運的資金 可能是客貨的數 你欠人家的錢 或者你欠政府的稅 或者員工 那裡有兩個月的數 那你直至到發覺 一生意不行 一週點不行的時候 自然的問題就來了 嗯 然後你怎樣去力患狂難呢 我自己的策略 首先在分析完之後 就定了一個位置 首先和它指出 指出 將一些成本超標的 你拿出來 其中有些流動 你要了解一下 另外在人事管理上面 有沒有些勇元 或者是不正當的運作 再在外圍 就要學了 學是怎樣去促銷 這個就是我所學的Marketing 我以前念的建築工程 是沒有的 嗯 都要一邊學一邊做 嗯 嗯 你本身是一位基督徒 其實在信仰 對你管理的哲學上 會不會有影響呢 絕對有的 作為基督徒 你好說 對神是一個交代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都是神次的 就算我們做的生意 都是神給我們的機會 我們要秉承 我們自己信仰的宗旨 以誠待人 由愛心待人 就不會搞到很多問題食品出現 嗯 跟人也有真正的關心 跟客人建立的關係 嗯 即是當你去跟客人 去建立了關係的時候 那他自然會再光顧你 是嗎 是的 可以這樣說 那另外在經營上面呢 在經營上面 就說我們需要有個堅持的信念 在困難的時候 懂得去找到一個幫助 嗯 那個幫助是從哪裡來的呢 嗯 從神那裡來的 嗯 因為做生意 特別是在外地的時候 總有一些孤單寂寞的時候 你是很難跟別人說的 嗯 唯有是將他教託給神 尋求神的知恩 給你有一個聰明智慧 去找到一個出路 嗯 嗯 Jacky知道呢 當然 你做餐館 都有經過一個低潮 是吧 或者經過一個困難的時間 是 講一講 你當時是怎樣去祈求神 或者怎樣希望 和神有個好的關係 而令你 可以再次站起來呢 我想多些安靜 祈禱 不要掉到困局裡面 在困局裡面 嘗試找出路很難的 嗯 有困難的時候 我會安靜點思考 有問題的時候 我的頭就向上望 就不要向下望 嗯 我覺得困難 總會有 旋到橋頭之直 只要我一天不放棄 沒理由會到盡頭 嗯 我們都聽了 Jacky她的 經營生意的 方向 方法 轉頭回來 其實我們都會 看看Jacky成功 背後的 原動力 究竟是什麼 我們聽一首歌 回來再聊 是的 這個歌 是的 這個歌 如果這份歌 是 那樣 真的 有的 我 我就是 有的 是 那 Summ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恨人生 多追尘 因点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到十点 DBC二台 数码大家台 恩典时刻 恩语之声 车儿 梅浩洲 继继续回到来 恩典时刻 恩语之声 有我车儿和Eddie在身边 也有今天的嘉宾Jackie 鄭永利在我们当中 她是一个很卓越的生意人 其实我也很想去了解一下你的过去 因为很多人都说 自己每一个人的成长的经历 都可以做就了今天的成功 这句话可不可以吐用在你的身上 作为一个香港长大的一个很平凡的人 我会觉得我是其中一个代表 我自己在老虎岩 就是现在的乐虎 有没有区出生 就跟着火竹 很小的火竹出生 那接着就搬了去省市区 黄大仙 长大 到后期就搬了去深水埗 那到家的环境改善了 又去到游泳村 其实就可以看到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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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由最艰厅的时候 去到比较宗语的 也是香港那段的时间 发展的时间 那Jackie你或者说一说 你家里你小时候 他们是做什么的 或者到你慢慢大的时候 你自己也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爸爸和我妈妈 是在大陆走来 应该是49年的时候 下来 在北角那里 打石仔的 做地盘工人的 之后我爸爸和我妈妈 都要出去工作的 我们七兄弟姊妹 都是在屋邨 就是创指区 自己搞定自己的了 那是我们自己 在成长 很典型的那个年代 那时候是不是都比较生活黑苦 是的 所以读书 我们没有机会 一些好的学校读 最自然就上天台 不用走到别的地方 自己上学放学 走楼梯上去天台那里 那天台那时候 就是政府容许 给一些教会的团体 在天台上办学 我们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是有机会接触了福音的 嗯 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教会办的学校 自然有圣经课的嘛 嗯 有复活节 圣诞节 圣诞节 可以影响到我们的 我觉得那个小学的成长里面 基督教 特别我在老海里面还记得 那个圖片就是 主耶稣抱着一只羊仔 因为失去的羊 那意思 阿吉 你那时候小时候 听过福音 或者上过圣经课 那时候你信了耶稣没有 没有的 同一般人都是一个课程 不过就很深地印在心里面 嗯 就是有唱歌 所以我那时候 唱歌琴都是那些圣诗的那些 简简单单 但是问题是 因为我们星期二日 都要回到学校那里 有崇拜的嘛 嗯 潜移默化的 是种了 我觉得是种了种子在我心里面的 嗯 那这个种子埋在心里面之后呢 何时开始发芽呢 嗯 一离开了小学就无聊 我转了在第二间中学呢 就是不是基督教的 嗯 那去到中学 你知道中一二三四五 通常都是迷失的了 嗯 玩吧 是不是呢 嗯 直至到我中那年 要拨命了 回考了 嗯 准备考大学啊 那就外面读书了嘛 嗯 很巧合的机会呢 就去到一个学生中心 嗯 原来那个学生中心就是我小时候小学的会 嗯 另一方面 因为我们是天堂校读书呢 就教会呢 他们有一些外国的供养者 即是现在我们支持一些国内的兽子 嗯 那我这个供养者呢 就和我是有很长的交往的 嗯 那我还保持着他两张圣诞卡 到现在 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他供养了你几多年的 到我中学后期 那读完中学就 我觉得不需要 那我就主动说我不用了 那就停了 嗯 即是他都是由小学开始 一直是供养到你去中学 是啊 那他们的供养 他们主要就是透过个会 就给一笔钱去 那我们小时候就读书 小学就不用钱的 那中学呢 有少少的赞助 资助 这样的 嗯 那即是在你中五读完书 或者其他 那有没有出来工作呢 或者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中学中六之后呢 我就是因为家里的原因 是做建筑的 那我就本应我就想去外国读书 那但是出之是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就留下了在香港呢 就入了当时的工专 即是现在的理工大学 嗯 那种建筑 就为了要帮家 承担一个长子的责任 去帮家的家庭事业的 嗯 那你的生意的技巧 是不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起的呢 嗯 不是的 那时候 因为你爸爸就是你的老板 是很难服事的 是不是 我想你都明白了 嗯 但是我唯一就帮他就是在那个 我学的知识啊 英文啊 嗯 和他一起去见 见客人啊 在技术上面是帮到他 但是在我帮他之前呢 我一毕业呢 我就在外面 我主动就去做了两年 嗯 实习 那第一份工呢 我就在地下跌 嗯 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当时是很辛苦 但是我自己不断地说 我将来地下跌建成的时候 我经过地铁站 我会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我在那儿捱过苦 就是下着雨 淋着雨 吃饭盒 嗯 捱东西 嗯 早上六点起床 七点半到地盘 一直踩踩踩踩 有时候要通宵 在地盘睡觉 不过那时候就很好 就有Double P 睡一晚都挺多日工下的 做完一年地铁之后 我就主动辞工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环境 对我的身体健康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一辞与工 我就病了一个星期 真的病了一个星期 我上班的时候 一天病假都没有了 那后我就转去电灯公司做 就是在半山 神好恩代我 由地牢那里 一扯就扯了上半山 嗯 你只在半山经历到很漂亮 在望那里 那份工也是很好的 嗯 那在这些工作经历里面呢 怎样可以做就你以后去做生意的呢 其实就那时候我读的是建筑工程 那我去了工程管理 就没有做生意的 嗯 工程管理 那在地下铁金里给我有地盘的经验 到电灯公司的时候 给我有合约的经验 啊 怎样去报价那些 那我都要协作公司去处理 那这个是两年的实践 是 那 我想问一问呢 就是在这个阶段 到现在这个阶段了 你是 都信了耶稣 还有当时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那时候因为真的太忙 嗯 只是围住着立白日回教会 又有团契啊 嗯 茶经班啊 但是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真的太忙 跟现在的 就是香港一般的打工一样 就是这个模式 就令到自己少了一些安静的时间 嗯 直到我后来移证文之后呢 我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密了 多点思考了 嗯 其实啊 Jacky的经历呢 都好像我们香港一般的打工仔一样呢 都是这样去打拼啦 去拼搏啦 就是那个时代 其实都比较多的机会 引致到呢 嗯 好像Jacky 或者其他的香港人呢 都可以 从他自己的努力上面呢 可以力增上游 那当时呢 都有一首歌呢 是好 是很多人的心声的 Jacky 你今天特意带了这首歌上来给我们 是 不如你介绍一下 啊 阿信的故事 当时呢 就节目呢 没那么多电视节目看的 没那么多这么精彩的电视剧 那每晚播 阿信的故事呢 就很勵志的 在60年7年代呢 都是香港打拼的时候 梅律师同学都是50年代的 所以我们对这首歌呢 是很有心的感情 里面呢 上面那些呢 我们通常都不记得 只是到最后我记得 命运是对手 永不低头 从来 没抱怨半句 不去问理由 嗯 继续去做 迎踏着前路 青春走到白头 好像我和梅律师已经白头了 成功 成功只要靠一双手 嗯 成功只要靠 坚守信心 奋斗 奋斗 但我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 我比阿信 幸好很多 嗯 因为我后面有位神 嗯 我孤单寂寞的时候呢 他安慰我 他给我的信心 我只要是信实的 是 他不说大话的 他是全能的 是吧 音乐 玩意清风 何以想拥有 关注共爱 不可强求 不强求 不强求 永远等候 如别谁付错 我承受 谁会正式 当你还拥有 将要逝去 总想温柔 想弯流想弯流 看似风流 求今天所得 永远守 命运是对手 永不低头 从来没奥远 短句不去问理由 仍答着情都 走青春走到白头 成功只要靠一上手 谁会增值 当你还拥有 将要逝去 总想温柔 想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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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似风某 求今天所得 永远守 明远是对手 明远是对手 永远是对手 永远是对手 从来没奥远 短句不去问理由 仍答着情路 走青春走到白头 成功只要靠一上手 成功只要靠一上手 明远是对手 永远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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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奥远 短句不去问理由 仍答着情路 走青春走到白头 成功只要靠一上手 明远是对手 永远是对手 永远是对手 从来没奥远 短句不去问理由 仍答着情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到十点 DBC二台 数码大家台 欣典时刻 欣语之声 车二 梅浩洲 来到周末的八点三十五分 我们回来 欣典时刻 欣语之声 今晚我们说回人生的排位 不知道你又如何排行你自己人生呢 当有事业 有家庭 朋友 又或者信仰的时候 你如何排行这几方面呢 可不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们电话是1872112 1872112的欣典熱线 现在立刻打电话来 我们九点半之后会接听你的电话 刚才说到Jacky 都是一般香港人 很努力地为了自己的事业拼搏 后来甚至移民到加拿大 但到了加拿大之后 就是一个完全和你以前建筑事业没有关系的事业 是什么来的呢 饮食业和建筑有一个类同 建筑业我们面对工人和材料很简单 工人是很听你说的 材料是死的 你只是按照投资去做 有一道餐馆不同 都是材料 食材 五花八门 客人要求又不同 同行竞争又不同 所以我觉得同样是难度 但是做餐一样更难 那难度在哪里 九死一生 你刚才也说过 做建筑不会听到九死一生 建筑死亡率没那么高 所以有很多老牌的建筑公司 你看到很多老牌的建筑公司 很多老牌都寥寥可掃 那你当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从头来过 由餐饮业开始 那你怎样去发展你的事业 我用的心态 当时不是当做生意 我以为是用一个企业的管理人 即现在的CEO的方法 我当自己打工 我一出来工作 已经喜欢瑞士老板 是我看的一本好的书 到现在我都喜欢那本书 即是告诉我 我上面有个老板 我只是打工 我只是工人 我要好好刻尽己职 去做好这份工作 那Jacky 你有什么观念在里面 那你刚刚去做的时候 是顺利还是不顺利呢 不顺利 怎样不顺利 因为我只是13个股东里面 其中一个管数 时事要交代 解释 因为我想我的学历 比他们高 因为我价格地都读过MBA 他们个个都是生意人 有时他看不到里面的问题 还有我一路都看不同的管理的书 以及一些关于饮食的资料 那你面对着这13位老板 怎样去开始去经营这个食肆 因为我是管数的 自然有一定的权力 开始我就执定了盘数 其实所谓执定就是说 将一个生意里面 通常都是食物成本 人工成本 其他的开支 那些是固定了 将它统计出来 统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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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无存清 慢慢慢慢 将支出在控制范围之内 然后将生意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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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身体有血液 将生意调大 将生意调大 这是我当时的第一个目标 是指血 因为我发现餐馆陷入资金不足 失血的情况严重 我止血之后 看到成果 第二步就是疗伤 疗伤就是用 promotion marketing 这些是我学的 即是广告 和市场的去promote 我那时候用的广告费 都挺厉害 因为要推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广告真的要有的 广告就是告诉人 You are still here 你仍然在 还有客人在期望 我曾经做到有客人说 他们看报纸售网 看我有什么要出 这个就是我想要 达到的目的 在你加入了这个食肆之后 何时才开始有钱赚 其实已经是一年半两年 我帮他们止血了 接着就有少少微利 但是去到2005年的时候 1995年的时候 因为我是1991年接手 1995年加拿大税务 就发生了一个修改 就叫海外资产申报 当时香港很多中产阶级 包括一些生意人 都过去加拿大 因为这个海外资产申报 就走 我想问回梅律师 因为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什么叫海外资产申报 很多海外资产 就要求他们 是挺详细的申报的 即是本身如果你移民到加拿大之后 你在香港或者海外地方的资产 你都要去申报 和加上税 是的 因为加拿大的法例 就是如果你是居民 即是我们英文叫resident 就是全球都要给税 但是如果你是citizen 好像我那样 但是不是居民 不是resident 就不用的 所以Jacky 你连你香港的资产都要申报 是不是 是的 其实我生意上 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那派客人 香港是生意人 一年暑假过去 子女放假 他要赔 留下有消费 聖诞 新年 是一个大的季節 亦都是参与的旺季 正正因为海外资产申报 大部分 我想百分之七到八十 是回流 因为他不想申报 不想申报 因为可能要交很多 天文数字的税 所以他宁愿回来香港 是的 那你又怎样做呢 我因为我不会走 我已经决定了 留在加拿大发展 所以我和回计师谈完 回计师说 你报吧 没问题的 加拿大税务局 通常是按本职办事 那就要报 后来发觉不是那回事 原来十个里面有七八个 剩下 只有一两个就好做了 税务局的那班人 针对那几个 你就升为他们的 翁中别 我后来真的做了翁中别 那你怎样去处理 是 当时你是很诚实地 去报所有的项目出来 是 但是最后被税局说 你是不是需要交很多的税 其实这个问题 牵涉到很多税务的问题 我1991年移民的时候 税例和95年的税例 梅律师你知道法例的 解读在税务局和移民法 是有时不相符的 因为我在1991到95年 有个上市公司 资产资源增值 他在那里打重税 即你在香港有一个上市公司 是的 因为我后期结束公司 我移民后第二年就上市 上市的时候 刚刚就在那五年之内 在税网里面 但是虽然有五年的保障期 但是因为税例 我现在都不明白 我想很多听众可能都不知道 如果你去过加拿大住过 你就会知道 加拿大人很有趣 第一 他们的思想是很值 他信你便信你 他不信你 你怎样解释都不信你 所以奢依很有趣 他不信你 你怎样解释都没用 他们就打烂沙盘民道督 所谓 所以加拿大的税务局 我们有时候 问过很多移民律师 都是觉得很难去处理的 那Jacky 你怎样去处理 这个这么难的关口 我抱着一个平常心 和真理交托彼神 我95年申报 96年的快乐开截 一直拖了七年 我特地请了一个温哥华 很出名的华人的税务律师 一个大的律师楼 全是西人的 在中国 一直给律师费 他一直告诉我 是没问题的 但是正业务律师 说实 税务局那班的官员 他们的法律常识 是不同 律师的法律常识 所以他们的解读是不同的 一直是糾纏 糾纏 糾纏到2003年 很奇妙一件事发生了 那件事是什么 一日之差 可以令你所拥有的 是化为乌有 但是奇妙之手 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差一日 那华律师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是statut bar 税务条例 其实statut bar 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追究某一件事 有一个期限 比如追欠税 可能有一个期限 或者六年 或者七年 如果政府 要告你 他不在某一个 期限里面告你 他以后就不能告 其实我听Jacky刚才说 他都搞了七年 是吧 所以Jacky可以解释一下 如何一日之差 一日之差 就因为他们要 我相信他们是 很多部门 计税 计利息 有一个部门 他发信那天 他就继续 是 连最后statut bar 那天都算了 是 今天是6月22日 七年之后的statut bar 是期 如果6月22日给你 就过期了 是 那你明白问题在哪里 就是他追求你 他就追求前一天 是 所以就不能追 是 那当时你要交的税项 是多少 七位数字 加指七位数字 加指七位数字 哇 真是天文的数字 但是我收到的信 其实我已经释放了自己 没有就没有 是你就是你 不是你就是不是你 我也很聪明 我不会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男子里面 我还留在香港 那里的香港 我也报了 我不要骗他的 后来 我发觉他真的很聪明 所以你们移民小心 他真的是 派人委托过来 查回香港的资产 现在正正是针对 国内一批的移民 我知道税局 也在做同样的手术 嗯 好好 那我们知道 Jacky 就是他说的关于 他自己的经历 其实多多少少 都是因为他 就是很相信 上帝是掌管当中的一切 和他就是一个 很诚实的 妄图 就是他不会去门 他不会去欺骗税局 所以后来 就是有一个 那么气劇性的改变 是吗 嗯 那我们接下来 听完这首歌 回来之后 我们再听一下 Jacky 她在当中 生意上的 起起跌跌 这首歌是 徐偉言的 《当你走到无力》 《当你走到无力》 继续下去 《当你感到尽量》 《让你走到无力》 《当你走到无力》 《当你可以走到无力》 只要相信神完全明白你 就让你伸手接受他心改你 别害怕他知你难受 担当愿弱与困幽 不须再惧怕 耶稣必拯救愿你 开口接受将开你手 别害怕他知你难受 担当愿弱与困幽 不须再惧怕 耶稣必拯救 让你一生快乐展翅高飞 一个全身的你 担当愿弱与困幽 当你跑到疲乏难再下去 当你感到疑惑我是谁 只要相信神完全明白你 就让你伸手接受他心改你 别害怕他知你难受 担当愿弱与困幽 不须再惧怕 耶稣必拯救愿你 开口接受将开你手 别害怕他知你难受 担当愿弱与困幽 不须再惧怕 耶稣必拯救 让你一生快乐展翅高飞 一个全身的你 现在是晚上的8点50分 在直播室仍然有我们 恩典时刻的主持车仪 我梅浩洲 和我们今天的嘉宾 Jacky 郑永利 Jacky 都想继续跟你聊聊 刚才你都说到 就是关于税务上的东西 但是说回你生意那里 在你生意那里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风浪 有啊 可以说是我人生里面 未试过这么大的挑战 其实试完呢 就是我2007年的时候 因为餐馆的租约就够期的 那我说好吧 环兔会够期了 那又跟业主说逐租 那又说不行 不是他又要加租 就是客客要求 那我打算2007年结束了 就是真正的那些退休生活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大约55岁了 55岁是退休年 不就好 我自己也说 与其服侍人 不如服侍神 做义工 很理想 跟摩说的时候 他说 他明白我的意思 他说 我给你一年时间 那你也帮我找个租客 那你也可以很交代 那我说 咦有多好啊 那就是卖了他 那我真的呢 在2008年就开始 尝试找买家去接手 那当中 后来 如何 终于找到买家呢 一开始的时候很开心的 透过一间顾问公司 就认识到一个生意人 他是女士来的 是 是 在国内来的 那就 听闻公司说 他就很有诚意 在当地发展生意 那后面都床势大 那我也很开心啦 找到人接手 是不是先 那就跟他签纸合约啦 那他有律师代表 我有律师代表 那我就订 那 还做了大概半年时间 准备入设计啊 设计啊 甚至去买 就是国内 选购材料 因为他是豪装的 那直至到去到 准备 就是装修之前的 两个月 我发觉开始 出问题 嗯 因为可能 之前自己的警觉性不高 嗯 因为对方是女士 女人心 就害底针 很难触摸的 尤其是我那些 男校出生的 那些 就是长大 就是老婆的心都难摸 不要说是 就是 另外一些 我不认识的 尤其是上海人 我是广东人 对不对 那么主要问题 就是在他全交财务 资料给商场经历的时候 我发觉出了问题 他只是给一张 这样的银行户口申请表 那就交给他的律师 他律师就 都免得有cover letter 就是付加文件 就这样扔过来给我的律师 我一看已经觉得 大件事 嗯 怎样大件事呢 因为正常 如果你要呈交 申请任何的情报资料的时候 你的财务 国人财务资料 你现在跟银行 有银行存资多少钱 或者有什么资产 寄出来 你没有理由 随便拿一张 什么银行的户口申请表 就代表你 在那个银行有钱 就是他只是拿了一张 户口申请表 的证明书 就是说他约有钱 我觉得 咦 有点不妥 那开始找资料 那他那时候 告诉我 他的公司 我打电话 原来 似乎有点不妥 再抄下去 他那时候 透过一个移民购物公司 给我的商业计划书 就是商业计划书 里面一张照片 有座大厦很宏偉 那时候我看到 哇 这么大的集团 一个大厦很大的 在顶上有个横字 像我们现在香港见的 那些 就是一个大的集团名 是一个大厦的顶楼 应该很厉害 是的 我也很愕然 他在大厦的长生 长生那里也有集团的名字 那当时 不发觉什么问题 但是 后来 为什么 因为我的秘书 就 就是 太仔细了 他说 张照片不太大 就集了旁边的墙那里 那里 那只是成本大厦 顶上的招牌 那我就 overload了 那Jacky 听你这么说 那好不好再说清楚一点 那对你 本身 或者公司那里 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似乎 好像他是买家 是 他会 接你手 是 那听你说 他可能是空心老官 但是 对你本身 有什么影响呢 嗯 其实 因为我和摩 是签了合约 然后 我要把合约 转给他 如果他不能够 履行合约 去 继续 那个餐馆 是 受害的 将会是我一班的食客 我所谓的员工 是 甚至是 会是 就是叫做 难尾 是 是 还有 那张照片是假的 谁知道是假的 因为牆 身上的招牌 是在棵树的前面 嗯 大家想想 那招牌 在那棵树的前面 就是打印下去 是 就是做假的 那我就发觉 哎呀死呀 老猫小叔 中了招 那当时大件事 就是我和摩 簽了 在外国来说 很讲合约精神的 你不是那么容易走得辣 尤其是我身处过摩的商场 它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物业管理公司 嗯 那我们听到呢 Jacky呢 她受骗了 嗯 在这个 当她很想退休的时候 发现 她的买家呢 是一个骗子 那我们呢 九点后回来呢 我们再听一下 Jacky呢 怎样去 面对她的 这个人生低谷 送给大家这一首歌 《谁是你煮》 是在人生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怎样去排位呢 都很重要的 嗯 逢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我们当然呢 就是希望可以 将神呢 放在我们的手位呢 你 不可以再多 你 此刻 必须 凌生意 在这个世界 没有一人 可以是奉 从前才有时封信 在你生命里 谁人掌固 你 只拥有一颗心 你 你 生命 只可活一次 在这个世界 没有一人 可以是奉 前才有时封信 在你心中 谁是你主 谁是你主 爱了世界 你怎爱耶稣 难道 是你真的 是你真的 不知道 若向逐世追随 你怎能得主 请去 人若要 全方天 必须记取 爱了世界 爱了世界 你真爱耶稣 其实 心中 一早知道 一早知道 望向逐世追随 将生命交出手里 人若要 全方天 必须记取 心要绝对 你 只拥有一颗心 你 生命 只可活一次 在这个世界 没有一人 可以是奉 前才有时封信 在你心中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到十点 DBC二台 数码大家台 恩典时刻 恩雨之声 奢二 梅浩洲 继续回到来 今晚有些雨的晚上 其实人生 都好像天气一样 永远都不会上蓝 也总难免会有风暴 今晚我们的嘉宾 Jacky 鄭永利 她刚才说起 她的人生的低谷 Jacky 可不可以再和我们继续说一下 当你被这个骗子 骗的时候 你怎样去面对 很意外 觉得自己很失败 就是 为何会 就是 以自己那么多的经历 都会 就是 讲得续一点 就是 就是 输在一个女人手上 就很讽刺 但是 立刻要面对很多东西 第一 我要怎样 和摩交代 我不要告诉她 我被骗了 即是你都要和商场去交代 是的 因为我签了约 我有个binding 我和她 嗯 我甚至是帮她入籍申请 准备 我将我这个租药转给她 成为另一间的走廊 是的 那摩就一路考虑的时候 突然间我发觉 她交代资料 是不对劲的时候 我直接不敢交给摩 我知道她出事 那跟着我要暗示摩 给她 叫她 不要批我的申请 转租药给人 那后来真的摩 收到我的讯号 就是 不批 那我才可以正直 正直识识 是开展公权 但是立刻面对两个问题 资金的问题 装修人员 人手的问题 我全部都要找 即是当初呢 你就打算是 开始想安享晚年 是退休 所以就卖盘给人 没错 但是当你遇上这位骗子之后 你发现 你就要再由头来过 重新去承担这一盘生意 你怎样去走呢 接着 当时我刚好 又是要带队去北京 参加一个厨师大赛 其实老祖是安排了 我打算帮她 开展的时候做一个宣传 但是我去北京之前 已经知道发生了事 但是安排了 我就要去 去到北京的时候 很意外 她在酒店找了三个当地的 不知什么背景的人 在等我 然后用威逼的手段 质询我 我欺负她 我说我没有欺负你 我说你给了单据我 我就要付钱 我说这样 我写一张 食诺书给你 我真的不怕她 当时我又祈祷 神帮我 她三个 说过了 我说 如果你给了所有单据 合情合理 我一号召唆声给你 这样就解决了 但是当晚我真的睡不着 我明明被人欺负 还要被人屈 说我欺负她 我气愤难平 当晚 Jacky在这件事上 你自己有没有埋怨过神 或者觉得神好像不是站在你身边 我习惯有证人 我习惯有证人 我习惯有信 很少去质问 但是我会在祈祷 我记得当晚 我去酒店 我睡不着 我几两个都睡不着 我跪下祈祷 我问神 我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你明明我想退休 我想多做些事奉的工作 帮一下机构 很正常的 其实这是我单方面想的 所以当晚祈祷的时候 我求神帮我找路 让我聪明智慧 如何解决前面一连串的难关 让我有聪明智慧去解决 那最后神有没有答应你 可以说回想是有 我回去之后 立刻要和银行安排融资 这是我一生未借过这么多钱的 一百二十万一次过批给我 一百二十万加倍 一百二十万加倍 是 是2008年金融风暴 那个风暗的时候 五十月 因为一开工 我自知是十个礼拜 装修到 我十月十二日关门 十二月十 我打算是十二十二日开 刚刚两个月 但最终迟了七日 那两个多月 你想想要你花一百二十万 我觉得很惊人 每天要扔多少钱 第一要搞定银行的融资 第二要安排施工的人手 程序 另一件发生的意外 令我很意外 我突然收到魔外封信 他说不准我用装修公司 因为那间装修公司是不负责任 他入了魔外的黑名单 我当堂就恶言 怎么办 我没有其他选择 他是我唯一的承建商 即是当时也打算硬着头皮 承受这一盘生意 去找装修 谁知被商场拒绝了你的承建商 接着你又怎样 真是感谢神 那晚很低 都想不到怎么做 怎么找这么短时间 明天要开工 开工了 洗澡后 在洗澡的时候 冷静想想想 我2008年装修 我2000年那时第二次装修 那时我留下了承建商 合资格的承建商 但8年 卡片上的手机 好像现在人们换手机 分钟都找不到 不要紧 我硬着头皮打 又被我打 叮又通了 原来那个承建商 就是装修承建商 刚刚过去那几年 就去大陆发展 是建屋 他刚刚回来 然后你终于找到他了 然后就可以开展你的装修 可以这样说 下一步呢 下一步还有什么难关要过 更有趣的更奇妙 就是这个承建商 帮我一路联络 商场 因为他指定那些承包商 所以一定要他去做 我不熟悉 有一天他跟我说 我要回去大陆办点事 做完首尾 我一个星期回来 谁知道一个星期 他怎么还没回来 摩就追我交 后来迟了一星期 他回来 他说 不好意思 我迟了回来 因为我在大陆撞车 我的车是 total loss 幸好他没有事 我感谢神 因为神祝福我 已经祝福了你 如果你在大陆 发生意外 进了医院 我就 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 那个餐馆关闪了 等开工 真的很奇妙 他完全没事 因为他说 我那天就开了 WOWOW 你知道WOWOW 是车身比较长的 所以就没事 当中 神不单只保守你 亦都保守那一位 成万商 之后 你终于有没有 很成功地开这间酒楼 24小时开工 每天平均睡三四个小时 但我也很聰明 立刻找牧师 因为一个很知心牧师 平时也有联络 请他找我祈祷 将这件事交托彼神 在24小时不停赶工之下 最终于10月19日 我可以相信你 一开张那天就下大雪 嗯 嗯 既然先头提到 先头骗你那位女士 她和你吃饭的时候 都很大排场 是吧 又有律师 他之前想装修的风格 会不会是 连个风格都比较漂亮 令到你翌日 开张的时候 其实都有些帮助呢 是上升了 其实装修之前 餐馆装修 只是比较平民大众化 他去到有些豪华装修 是的 这个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 在你的事业上 会不会有任何影响 可以说餐馆升了格 因为他的原因 不打不撞 反而我也是趁着 那次去北京大队 回来拿了很多奖 做一个宣传 把餐馆再推高一层 那我们都听到 纵然是有风浪的时候 Jacky靠着我们的神 都能够一一地跨过 一一地去面对 那很深信 其实在Jacky的人生里面 都有着神一路一路去掌管 一路一路拖大 和大家分享这首歌 《美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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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那天 从头入在这天地 魂无山尽严非 从未了在世间 可以会是极有趣味 为我愿起伤的你 行为完全是没有尽弃 令世上增添生气 心里始终知道 愿没有你 前来没法拒走 泪和悲 因我碰着是你 心里爱着是你 愿我这生创造美丽传奇 心里永远年纪 找到盼望善美 我爱念每天燃起 一生之中只得一个你 为的我充满朝气 世界幻变心 及永远熟你 我愿献着 从心赞美 自那天 从未远共你分离 扣半百万个世纪 从原两着理想 失忆挫败 尽都不忌 路要是走 前前离 有你同行便 没有倦庇 令我内心多稀奇 心里始终相信 心里始终相信 长夜中降临 亦会可再见 神轻 因我碰着是你 心里爱着是你 愿我这生创造美丽传奇 心里永远艳记 找到盼望善美 我爱念会天然起 一生之中只得一个你 会叫我充满朝气 世界幻变心 及永远熟你 我愿献出 葬身赞美 You You 天我碰着是你 心里爱着是你 愿我这生创造美丽传奇 心里永远远记 找到盼望善美 我爱念会天然起 一生之中只得一个你 会叫我充满朝气 世界幻变心 及永远熟你 我愿献出 作声赞美 因一与大点 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教会经常要作证 原来不是作证 而是作见证 曾经有一位被耶稣医治的人 他渴望跟随耶稣 恳求要跟耶稣在一起 耶稣却是不准他 对他说 你返家吧 去你亲友那里 将我为你所做的事 和如何怜悯你 告诉他们听 过去 我们曾经拒绝听福音 又不认识耶稣 但是耶稣却是引导我们 耐心地等候我们悔改 并且给我们得蒙拯救的机会 我们可以向我们的朋友 分享自己的改变 见证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到十点 DBC二台 数码大家台 恩典时刻 恩语之声 车仪 梅浩洲 刚才的恩语大典 就讲作见证 今晚跟我们一起去作见证 就是我身边的郑永利 Jackie 她刚才都说了 她在人生的高潮 或者低潮 她都靠着耶稣 去一路这样跟着她走 所以可以走出一条很成功的道路 我很想问你 当你的酒楼终于五打五撞之下 就升格成为一间高级食股 那之后的发展是怎样 这几年来说 因为金融风暴之后 其实消费在加拿大就不见得好很多 因为虽然是低息 但是通货膨胀了 加拿大的最低工资 也都香港一样 由八元加到十个二十倍 是28%的 而我新租药 租金也加了一成 在各方面条件之下 经营是比以前困难了 但是感谢神都比我 因为过去有这样的经验 以至能够在成本方面 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之下 仍然有足够的资金去营运 虽然暂时是没有一个很可观的一样 但是我相信 我绝对相信 一路做下去将会有好的个子 去到现在 其实都经历了二十多年 这个食肆 其实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觉得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正如阿信的故事 阿信那首歌的最后 成功只有靠坚守信心 奋斗奋斗 但是我会觉得 成功只有 是坚守你对神的信心 和信靠 靠着神给你的力量 才可以奋斗 否则来说是很容易灰心 这个我一直都坚持 我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 他一定帮我 那Jackie 刚才说到你说 一路坚持 神的信心 可不可以讲一讲 在那段时间 怎样坚持 和神有没有什么的经历 或者去接触 其实和神的经历 其实在每天 工作开始之前 自己有个安静的时间 我现在习惯 通常就打开电脑 就看网的零收日程 从中就会拿到 一些零感 是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或者你身边周围遇到的事 日迹月累的话 前面默化 不知不觉 你发觉自己的灵命是强壮了 遇到风浪的时候 会冷静了 就是每天都有零收 那你作为一个 这么忙碌的生意人 其实生意是否你人生的全部 绝对不是 事业或者生意 不是一生一世 是有高有低 有结束的一天 但是家庭我觉得是首要 是一生一世 子女 夫妻 是一生一世 那信仰呢 信仰在你的人生里面 影响了我对家庭事业的抉择 一个重要因素 怎样重要呢 因为我的信仰是影响了我以家庭为主 事业的成就或者金钱回报 这些都是熟悉的事 是不会令我得到真正的满足 只有透过家庭里面 那种亲情 那种爱 才能令人真正的满足 其实我听说 或者你可以稍后跟听众再说得深入一点 我听说你那时候 香港有间上市公司的主席都不做 情愿放弃他来加拿大 是跟自己的家庭一体 是不是有这种事呢 是啊 我移民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抱着的心态 就是放下香港一切 在那边那些就提早退休生活 但是我移民之后 第二年因为那间公司还在 在一个偶然机会之后 就可以安排到上市 我就很自然 因为是节目高分大 就成为上市公司的主席 当时也有人提议 不理留在香港 1992年的发展非常好 非常好 我记得那时候 很多人都做了太空人 飞来飞去 但是我当时觉得 我的家庭是重要的 所以我无考虑这件事 我宁愿我辛苦点 飞回来 有什么时候开会 所以我决定 最后我放弃了主席的职位 怎么放弃呢 辞职 就是完全是辞职 完全不做主席 就是因为你觉得家庭是比事业重要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就完全放弃了 但我都听闻过 之后有一个很奇妙的转变 就是刚刚1995年之后 就是1997年开始经历这个金融风暴 对吗 正正是因为我决定 不留在回留在香港发展 做太空人 我就已经摆了一个心 就是和股东有个协议 我会是五年之后 将我的股份让给你们 到最后95年的时候 他们履行了合约的承诺 我将我的名下所有的股份 就完全是给他们 接着1997年就发生了 香港的金融风暴 那你就即是及时可以因为这样抽身到 我就可以全身而退 其实都看到 在Jackie的生命里面 她那个牌围 对她的人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当好像说她在上市公司的主席 她都不做 因为为了家庭 到后来她反而就可以获得 一个这么特别的回报 我所说 可以这么说 那在你的人生里面 其实你人生的哲学又是什么呢 因为我跟你聊天的时候 都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你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理论 叫做五支理论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我先说四支 现在手机是三支 现在进入四支的年代 做任何的生意 是有四支 四个good 首先你去餐馆吃东西 一定要好的食物 good food 他的服务员好不好 good service 价钱好不好 good price 最重要是good location 否则说 你约朋友去朋友都怕怕推了你 对不对 所以做生意 我不多强调四支 但是我觉得做人要五支 不过这个支是中国字 四音里面的支 那怎么叫五支呢 知识一定要增值 不断增值 好像过去这么多年 因为涉足饮食业 我不懂就要看多些书 知识增值 第二个G 就是资讯的掌握 现在我们面对每天 好像洪水般的资讯 你不去接触 没办法做到生意 难道你夏天去卖鱼翁吗 肯定不行 或者卖火锅吗 是很难的 所以资讯的掌握 环境的改变你要掌握 但是还有一个 第三个G 第一个G就是资源的运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拥有的潜质 值得发挥的 但是你要善用 不要一铺青袋 或者是自事过高 你要用你的字 发挥你的所长 那第四个G 就是自信 G字是什么 自信 即是階音之 是階音 如果你没有自信心 去走那条路 你就很容易半途而废 在四个 知识 资讯 资源 资源 和自信心之外 我觉得第五个G GPS 影响很严重 因为 只有一个人生的GPS 作为你的GPS 当你迷路的时候 你就要靠这个GPS 找出路 或者你走错路的时候 你走错路 要这样走 圣经 就会透过你平时看的 提醒你 所以我说 五支里面 有四支不够 有第五支 这个GPS 导航系统 有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导航系统 当我们在迷失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指引 给我们方向 有什么比这个更好 那在临走之前 不如Jacky 你也选一句 圣经的金句 去送给我们的听众 好 在我人生里面 都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做事 我深深记得 圣经有一句 在马大福音11章28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安息两个人很舒服 你想一下 你放工 想到什么叫安息 就不用想太多事情 交托 好像爸爸拥抱你 你可以把一切烦恼放下 我觉得 我们作为的激怒 是我们的福分 我也邀请各位 像我那样 你找到妈 我找到了 找到耶稣 就找到你的一生的目标 和你的安慰 不用哭得不辛苦 多谢Jacky 多谢Jacky今晚 和我们的分享 其实Jacky 最后送给我们的这句金句 都说得很对 因为我们香港人 实在都是很忙 很多时候 都是埋头苦干 在工作里面 事业 永远一定是摆在我们的第一位 我也很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 你的人生的定位 你的人生的排位 又是什么呢 很欢迎 你现在立刻打电话来 1872112 和我们说一下 你的人生的排位是什么呢 这首歌回来之后 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这首歌就是关心炎的 没有你 哪有我 如果没有耶稣的话 究竟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呢 从来没试过 从来没试过 将一生教堂 为你真正活过 从来没尽用 我因此 甚至未因 有许多 回头望过去 一生你见过 唯有你的火 光照路途每一步 去冲破障碍 有波落 如若没有你 今天不知道 怎么可有我 如若是独切 去藏不止步 如针 去可挡 期望用我有一切的仁慈 为你去照光 不理路途时间 去全为你去抚角 让我守能为人 送予永活盼望 让我口全万民 赞美远达四方 让我心全为神 每周每夜去昏我 将一生交给主努力过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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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若没有你 今天不知道 怎么可有我 如若是独切 去藏不止步 如针 去可当爱 期望用我有一切的人事 为你去灼光 不理路途是间距 全为你去苦干 让我收宁为人 送予永活盼望 让我口全万民 赞美远达四方 让我收宁为神 每周每夜去书房 将一生交给住努力港 让我收宁为人 送予永活盼望 让我口全万民 赞美远达四方 让我生存为神 每周每夜去书房 将一生交给住努力港 请不吝点赞美远达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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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点不进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到十点 DBC二台 数码大家台 因点时刻 因语之声 车仪 梅浩洲 来到最后半小时的 因点时刻 因语之声 我们都很希望 你可以打电话来 我们的热线 1872112 去讲一下 你的人生牌围 今晚很高兴 我们除了有在温哥华的 郑永利 Jacky 在我们当中之外 另外也有一位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Eric 在我们的电话旁边 哇 两个不同的地区 Hello Eric Hello Eric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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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多谢你这么远都打电话来给我们 是不是你很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人生牌围呢 是的 听到节目 讲人生牌围 听到Jacky刚刚讲的5G 很有那种看法 5G 5G 一样 大家五样都很重要 很难牌围 其实牌围 好像一个数学概念 很多人以为是哪一样重要 才是哪一样 但其实我就有一个看法 人生牌围是立体的 起码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不是线性的 这个层次是什么 是生命的根基 生命的根基 就是我们的信仰 而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面 才说我们逐一将这些事情牌围 这个牌围 正如刚才所说的 就不是按照重要性牌 而是一层一层地发展去 如果我的牌围 就是家庭 人群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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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四件事 按照之序 排1234 其实这个概念 不是最完整 而是这四件事 是结合在一起 不过我先说出来 要先说家庭 跟着说人群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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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听你这样说 你给了一个很好的提醒 和很好的资料给我们 就是说 在这个牌围的根基 其实就是信仰 对吗 是的 在这个信仰根基上面 家庭人群事业 事业 我解释一点 家庭是一个生命恩典 家庭是一个生命祝福 正如我刚才 我上了父亲节的晚餐 我儿子请我吃饭 那晚餐当时是更丰富 但是最重要 就不是那个食物 最重要是 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一个生命恩典时刻 家庭人群有什么关系呢 家庭 其实大家知道 整个人群 都是由不同家庭造成的 我们家庭的生活 和人群必然有一个关系 第三样我提到就是事业 那我们事业和家庭人群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的事业 是为了自己 不单自己 而是为了这个人群 那我们在家庭事业人群里面 结合在一起 那个动力 有个人生的事命在里面 就是为这个自己 为人群 来到去呢 又带来个祝福 这个是我的看法 嗯 那在你的人生里面呢 Eric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 你会不会都有一些时间呢 是需要在这几方面去做抉择的呢 如果说做抉择呢 很可能是因为在某些处境下呢 你拿什么时间 为优先去处理某方面的事情 在这个情况下 有个想法呢 可以说有个抉择 但其实就算你抉择的时候 优先处理家庭的 优先处理那些事业的 优先处理人群的事 但是彼此之间呢 只不过按照当时的处境呢 你是将时间优先来使用 但是你使用那一刻时间 为了某一方面的事情 其实你也是 照顾了三方面的事情 基于你的信仰 比如你要接你家庭的事情 但是家庭的事情 因为有个所谓的紧急性在这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 但是如果你事业上面 你一定要做 你在日后回工时 当然是处理事业上面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处理事业上的事情 其实你也是为了人群 为了你的家庭 Eric 我也想问一问 听你刚才这么说 其实我估计 里面的学问都不少 当然 在你人生当中 有没有试过那些时间 在这几方面是有冲突的呢 或者真的 虽然是在信仰的基础上面 但是都不能兼顾到这几方面呢 很明显的冲突就没有 但是呢 往往都是 刚才所说过 就是你的时间资源 或者其他资源的运用 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刻 你要有一个优先次序 如果你说 这方面有什么冲突呢 或者用英文讲的 是 比如说 家里面有些事情 某个成员 有些情绪上的需要 是需要你找时间 和他一起 花很多时间谈 这个是我们试过的 但是同时间 自己的工作里面 也有很多烦恼 那个时候 就辛苦了 那种 或者不是叫冲突 而是你要额外的一种付出 当我自己都很烦的时候 但是 比如我家里面有些事情 我真的要和他谈 谈到半夜三更 那时候是很辛苦的 那这种承担呢 是需要的 那承担的动力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信仰 是 我们的信仰愿意付出多些 让家庭成员 应该得到那个关顾的时候 那我们就宁愿辛苦一些 但是有时候你说 那个情况会不会是这么理想 你付出多些 你有没有这么体力呢 那往往呢 这个都是很大的挑战 嗯 其实呢 在我们香港 其实都很多的朋友 他未必说会 放信仰是第一位 其实你会对他们 有些什么的忠告呢 你说 那些人放信仰是第一位呢 这个 在某个角度看是对的 但是其实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不过 问题是他是不是宗教信仰 问题是他信仰是什么的信仰 所以 如果说是中谷的时候 我想第一样东西 无论是什么信仰也好 其实你要忠于你的信仰 你信那样 你要跟着你的信仰去做 但是 信仰 我们所珍惜的信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那个 永恒的盼望 我们那个 创造 我们的救赎 能够 是令到我们 在今生之后 能够在将来永恒 更加有美好的生命 在现世里面 那个真善美 其实是 带给我们 是什么呢 不单止是现世 而是永远 都有一个 真善美 永远一个 永恒复落的生命 在我们人生结束之后 仍然继续持续下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在自己的信仰里面 调整过来 在这方面 去得到一个真真正正 带给你永恒盼望的信仰 很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 这么远地打电话 来我们当中 很多谢你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 Eric的电话 他说的道理都很烦人心醒 因为有时我们以为 这几方面的时候 都是用一个线性的去排 但其实在他的理论里面 其实我们的排位 都可以宏观点 立体点 去排我们的排位 Eddie 我很想问你 就是你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怎样去排 你的人生的不同这几个范畴 我就真的要和Eric学习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生人 当然我自己都是把信仰 排最先的 但是有时 举例 譬如 刚才Eric说得很好 他说 我们将家庭 都可以建筑在信仰上面 我觉得有时 我以前可能 排位可能排错了 因为如果你信仰 全部都是信仰 没有家庭的话 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你曾经试过 产生了什么问题 我最大的问题 就是 我当时 一个星期五晚都去教会开会 所以 很多时候 当时 未有弟弟那时候 我差不多每晚去教会开会 都要和太太 吵大架 你太太那时候 信仰是有味的呢 那时候她是天主教徒 但是她不明白 她不明白 为什么你每晚都要去教会开会 那变成 我每次都要扮门 差不多 叫了架才去开会 那我相信 这个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觉得 就算你信仰为根基 其他那几方面 刚才Eric说的 我们都要留意 即是都要排得好 没错了 都要分配好时间 其实在我的人生的经历里面 虽然也是很浅 但是其实我都发现 当我去排的时候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排位 那告诉我们 我小时候 当然就是以学业为先 或者是家庭是我的重要 因为那时候小 一定黏着父母 真的很正常 这个 去到大学 中学的时代 当然就是朋友为先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爹地妈咪 放在一边 慢慢地放在一边 去到大学 出来工作的时候 当然 为了事业打拼 当然是放事业在头 没错 很多时候 朋友又不见 因为我那时候 都是在做一些 电视台的幕后工作 很多时候都是很忙 基本上 你说见朋友 都很难 见家人也很难 有时我回到他家 爹地妈咪可能已经睡了 当我起床 我要去上班的时候 可能有时 他都没起床 因为有时拍摄很早 五六点就一定要出去 在那段时间 都发觉 跟他们的关系 就比较差 比较疏离 小见 但自从我 零四年 开始接触我的信仰 之后 我发现 当我放耶稣 在头的时候 我下面所有其他元素 都会慢慢 放在一个很好的位置 因为当我懂得如何爱人 我发现 你懂得如何给他时间 是 所以 好像刚才 Eric说的 他说得很好 就是 你什么牌围 都好 其实基础 就在耶稣基督 我觉得 无论你们 无论你们有 在人生之中 有什么牌围 都盼望你 可以更加去感受到 主耶稣 好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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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们 它是增加的 壹有ance 愿石 或 enjoys 耶稣你爱是永不改 让敬拜歌声芳芳香气 而流泪在你脚奉献给你 现在我屈身谷居上币 全部愿献上就算卑微 心爱我的你 心爱我的你 常代我眷顾人代 似于因你多么慷慨 愿我知我属你 在你心里永年纪 不唯有你良善亦可爱 耶稣你爱是永不改 让敬拜歌声芳芳香气 而流泪在你脚奉献给你 现在我屈身谷居上币 全部愿献上就算卑微 心爱我的你 让敬拜歌声芳芳香气 而流泪在你脚上奉献给你 恩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到十点 DBC二台 数码大家台 恩典时刻 恩语之声 奢侈 奢侈 梅浩洲 回到最后一节的 恩典时刻恩语之声 Eddie我想问一下你 有时有些人 他就会排他自己 我是摆家庭 或者我是摆信仰在头 但你看到他 行为上 其实他不是这样的 是有时很有趣 有时我都不知 基督徒是否人格分裂 还是怎样的 譬如我见到在教会 也是的 很多 你知道现在的父母 很紧张弟弟哥的 很紧张他们的学业 没错 因为很多时候 都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 现在读书又紧张 你理论上 譬如车仪 我问你 你是一个基督徒 理论上 你的牌位 都应该 摆在信仰先 所以很多基督徒 其实都是 他们起码都觉得自己是 但有一个现象很有趣 就是你会发觉 香港很多教会 当临考试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 学生都不见了 为什么呢 就因为要温书 就是温书就大过翻教会 没错了 变成了主日学 就会见到很多考试的学生 就寻愿留在家里温书 如果这样看 是不是就是他们的牌位 好像有少少问题出现了呢 我也觉得是 因为你所说的 他明明声称 是摆信仰在首位 但是当去到一些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的事件的时候 往往看到他好像不太一样 是啊 但是不止学生的 就算年轻的夫妇 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留意到教会 也有时候 有很多年轻的夫妇 当他们刚刚有了BB 或者刚刚太太生了BB 又很容易在教会那里失踪 你问他 为什么呢 当然答案很自然 就因为如果我未生的 可能我要多些休息 如果生了的 更加全神贯注 要去照顾那个BB 但是如果我们以信仰为基础 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那我们是不是 应该去想一想 就算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应该是 至多回教会 就抱着BB回去 所以 也有这样的问题产生的 其实呢 人生的排位 都值得我们 很大的心思 因为 当你排正好的时候 你一路走下去 那条路 就比较顺畅 正如Eddie所说 他可能以前的排位 差一点点 所以他都会和太太 都会有一些冲突 不知你的排位是怎样呢 都盼望你 藉着今天的节目 可以去反思一下 你生命中的排位 而我们作为基础徒的 当然就是 将耶稣居于首位 最后呢 今晚送给你 这首歌 这首歌呢 是来自 Italy Girls的 《原来是你》 我到底算什么 不过是平凡人 梦黄梦黄夜里 我内心斗阵 半生中 我不过是一点 未曾汇汗 可发现这相众印 如果我知道 我有你再负 如果我知道 你每口守护 如果我知道 你这半生 爱我 如黑暗 或风雨 陪我走过 如果我知道 你每天等我 如果我知道 你每刻想念我 如果我知道 从来未离弃我 便不再放弃 愿意自我分手 原来是你 一直在破 原来是你 不捨不弃 无论我到天边 海角进处 仍然有你 不捨不弃 不捨不弃 回望这身终印 原来是你 乱土有你 不讨厌 不舍不弃 我 乱土有你 你也不想念我